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们说过在白天的时候 要启动天国导航系统 也说了在茫然的时刻 非常需要启动天国导航系统 那请问一下 还有哪些时段 也需要启动天国导航系统呢 答对了 就是晚上睡觉前 啊 晚上睡觉前也需要 是的 也需要 因为这叫有始有终 每天晚上睡觉前 也当来到神的面前来亲近神 让神来恢复我们的心灵 在独处祷告当中 我们可以祈求圣灵来帮助我们 检视一整天的活动 察觉神在过程当中的同在 向神献上我们的称谢和赞美 可以感谢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若是有得罪神与人的地方 我们就立即求神赦免 并求神赐给我们勇气去做正确的事情 同时也可以把还没有做完的事情 一一地交托给神 过后就可以安心躺卧睡觉啦 期待神在我们休息的时候继续工作 并且在第二天我们睡醒的时候 继续赐以我们智慧与能力来继续工作 白天工作 晚上休息 这就是一天的生活 诗篇46篇10到11节提醒着我们 万君之耶和华是与我们同在的神 祂是我们的避难所 祂要我们休息 在睡眠当中了 我们的身心灵会充电 康复 睡醒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重新得力 耶稣基督也曾经在马可福音第四章向我们示范 如何在风浪中的床上安稳地躺卧睡觉 让我们学习像耶稣基督那样 能够用心地工作 也能安心地休息和完全地交托 因为我们的神 祂是一位一直活着的真神 神是从来没有缺席的上帝 阿们 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祢 祢的话语向我们揭露祢自己的奥秘与能力 主 谢谢祢 不当是早上茫然的时候 我们要开启天国导航系统 我们要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向祢来交托 是的 神 帮助我们 我们不当是活在人群中 也能够有独处的时间 来一整天的事情来向祢来养腕交托 放心地交给祢 庞然地 安然地睡觉 主啊 帮助我们每个人 带领我们今天一整天的生活 有祢自己的高摩 有祢自己的恩待 谢谢祢 奉耶稣基督保卫圣明求的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